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1月3日星期一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布》《沙冷戏》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要许探长上身 因为为什么呢 昨天下周大概1点钟左右 九龙城发生了一宗奇案 初头看到也挺害怕的 因为我很怕看到一些案件 叫做无差别式的 向平民百姓襲击 当然很不幸地 有些可能会 甚至乎会云归天 久不久 在日本也会看到这类型 好像最近期也有一宗 是与列车上BBQ有关的 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当然不想见到 我们说一说在香港 九龙城这一宗 当时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一开始都被算不算叫做 誤以为这种无差别式的集击呢 当时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都很好 已经被抓了 九龙城的街坊就不用太害怕 甚至乎全港的市民都不用太害怕 现在已经很风声学雷了 因为这个Omicron的问题 又风区检测 又望月楼 又这样那样 那边已经搞到头都痕迈了 你无端端这个瘋子还在搞搞阵 话说这个被捕的37岁姓冯的男子 他首先在九龙城的賈兵达道 接着南角道的交界 他无端端拿他的天残脚 一脚踢了一个67岁的女儿 阿禅的身上 一踢在那里 接着就拿了他的手机 说事迟 哪时快 这个这么大的动作 和抢阿婆手机的事情 就引起一个花甲老翁的注意 马上你怎么回事 这个37岁的瘋子 你打算抢人的电话 可能你想去买 这个花甲老翁就去喝止他的时候 这个瘋子疑犯 就马上拿去手上这个手机 就当武器 之后又不要了 扔到手机到地上 是不是已经坑爆了呢 这个67岁的阿姐 或者阿禅 他其实都不睡巢 追着他 追着他后面 这个瘋子还转回头 再咬这个67岁的阿禅 他根据街坊的CCTV拍到他 他当时就打大赤纳 因为昨天虽然说下午1点多钟有些阳光 那你也是凉的嘛 他又不穿衣服 打大赤纳到处走 然后又拔下一件白色的T恤 等等等待会像底衣服多些 他走经一间浴宕的时候 随手在店铺的门口 就拿了一把老牛 然后在那里走 我们平时看到猪肉店 或者肉店的老板 就是拿着一件 虽然说叫猪肉佬的围裙 可能担着口烟 还是怎样 拿着刀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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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猪扒 斩排骨 或者切牛肉 你都会计他三分 始终是手上有把刀 哇 这个癫佬拿了把刀之后 我看到那几个猪肉绒 立即闪开了 他都没癫完 其实职员和徒人看到有个人 咬咬咬咬咬拿着把老牛 然后增双走鼻 不过又幸好 他们是够冷静的 市民就没有在那里占 哇 癫佬啊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刺激到他 不是说你瘋了他 你的尖叫声会刺激到他的神经 他硬硬地走 走了一会 突然间截停了一架 走经他身边的宝马 明明是你截停人的宝马 之后他就拿一把老牛 狂拼人家的玻璃 就是车头的挡风玻璃 拼完之后 就把老牛扔到地上 车上的男司机 即是这个宝马男 就27岁 哇 那立刻想和他理论 怎么知道这个瘋子 哇 真是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马上拉开他右边的前车门 请这个司机吃斗锤面 司机不甘后人 你动我才我动你 你还打爆我的宝马 大概一段金蛇前尸手 大战这个 渣麦龙爪手 两位在路中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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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像叶敏 因子丹对 ». 红金堡那段红拳对泳枪在桌上转打 有这样的情况 打到行人的路杆 篮杆 这个癫佬挣扎逃脱 很搞笑 留下了自己的银包 保马司机不奋气 追着他 看着他走进太子道西 三交叉8号 近住猴王道的一栋堂楼 然后马上打电话 幸好他现在才拿出电话 电话都打爆你 马上就打电话 说时迟那时快 去到大概下午的1点32分左右 在那一层的堂楼 5楼 俗称叫堂5 一个劏房的住户 为何闻到单位对出有点 焦味 打开门 看看真的吓一跳 鞋子、傘这些杂物 被BBQ 看到这样 立即 再报警 原来 这个癫佬 和这个 保马司机 激战完之后 扭到了堂楼里面 就是他 BBQ 之后 再去到 二楼 一间 冷清 叫做 时中别墅的地方 叮当叮当 开门进去 用垃圾桶 转到一个在进行清洁的69岁的男职员 他真的 胆大包天 他视任何人 如无物 总之谁走过来阻止我 我就会打谁 没人敢进去 之后就躲在 其中一间房子 还没够 他想是否来一个焚心似火 之后就在BBQ床单 不知道是不是很难烧 还是怎样 到了下午两点半 西九龙冲锋队的人员 锁定了疑犯的位置 立即将他 制服 再拘捕 我们数一数手指 刚才被他 襲击的人 Doremi Fa 有四个 全部都叫做 轻伤 最伤那位 都可谓 被他抢了手机 那位67岁的 阿禅 手啊 面啊 屁股啊 腰啊 都有受伤 最大事是什么 右手手背要逢针 去到逢针的话 代表你的伤口 分大 其余都是什么 头啊 背脚啊 腰啊 受伤的 这人一炮过 盗舌 行劫 刑事毁坏 伤人 还有BBQ 震惊附近的街坊 大家在这里叫 议论纷纷 因为 我们一开始看到他 看见到人就照打 什么都不理 照打 还有又这样 无端端病了自己 在一个 时钟别墅 去玩BBQ 那你不是想 连自己都 搞定了呢 一获熟呢 据称这个瘫子的背景是怎样呢 说他是持有 双情症的 内地男子 来的 现在 对于说叫双情症 突然间 那些皇友就拿来说 为什么双情症这些人 别一竹竿打了船人 说他其实在上年9月的时候 就拿双情症来探亲 可以在香港逗留到 今年4月的 所以其实他也有 地方住的 就不是说什么 无处可归 无端端走到宾馆 根据警方所说 说他和案中里面 所有的仇害人 都是不懂的 估计他 就不是说这些 无差别 见人就什么 因为你看到是奇怪的 因为你见他不是很匆忙 好像在街上走走走走 随手就拿了这把刀 有点像是无差别 所以会令人有这个误解 警方估计 他本来 是计划 老粒手机的 只不过 没有计划到 原来 会有这些热心的 花甲老翁 这些出来帮拖 他又自己不是走得快 这些人真是痴痴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误会 他是无差别 似乎 他是 本身是想抢 手机为主 只不过 他当然 应该是有些精神问题 如果怎么会 去找个地方 玩BBQ床单 希望受伤的 快点去 接受治疗之后 早日康复 所以这一单 真的要给个赞 各位60岁的 花甲老翁 如果不是他的话 可能这个瘋子就这样走了 然后有机会再出来犯案 这次 可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拉到他 如果下次 他的 胆大了 或者他的 心态 熟练了 他可能 也会 更加进一步 会更加瘋都不顶 还有 好像 保卖的男士 懂得 在一个 正确的情况下 自己又安全 也都了解到的情况 才打电话报警 这个也是 做得相当好的 一个行为 也是值得 大家去 在这次的案件里面 参考一下 不过一切都要小心为常 因为 这位宝马司机 和这位 电脑在街上 激战那一段 其实情况 都十分之凶险 好了 今节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